生活用的常见食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淀粉、蔷薇薯、氨基酸、微溶酥及多仁矿物质 今天咱们就用红薯来做个好吃的 洗净的红薯用小骨刀把屁去掉 把上面的黑点也去掉 去过屁的红薯切成薄薄的厚片 不能特别厚 如果特别厚 你整只的时间需要加上 我这次没有整容 直接放到嘎牙锅里面牙齿 这个嘎牙锅牙齿的时候一定要千万注意 上期以后火不要太大 因为嘎牙锅点容易垂 我就不小心犯了这个错误 压了大概三分钟左右时间 请点啵一声 嘎牙锅点已经垂了 本来是打算牙五分钟 在最后防气看来一下 这红薯也已经酥了 就蹭出来吧 用勺子把这红薯全部倒水 倒懒 倒成泥状 如果你要不嫌塌出的话 下手挪一下也可以 倒水的红薯劲 搭入一个鸡蛋 再倒入 这个可不是牛奶 这脸如比牛奶贵的这么好 这一小片 九块鸡蛋 它不管有奶香味 香味也非常粗 再加入粮食 这个是糯米粉 糯米粉的粘性四炉 用它来和这个红薯面 下炉发炊的时候 把这个红薯和糯米粉 万签 搅拌均匀 或成 面状 面团 一定要把 这个糯米粉 焦得 没有 可理状 就像这个样子 就 差不多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 干净的鸡蛋 插去上面的水粉 倒入 面毛糠 如果你埋不到面毛糠 请点击视频下面的 消光车 进行购买 带上一次性手段 弄一个红薯面段 搓成一个圆球 然后把它放在面毛糠上面 在面毛糠上面 归一归 一个红薯 腕子就已经做好了 重复这样的动作 只只把 红薯馅 全部 弄成 腕子形状 七国 加入 九十九二的 四十六 筷子插了一面 毛跑之后 油纹四五成热 开始 下入 准备好的 红薯味 尽量一个一个的下入 放置攒到一起 油纹比较高 消心烫上 全部下入一个 需要把火管点 用小火进行侵扎即可 如果油纹太高 炸出来 外边 已经 欧了 里面 不速 所以说 要消火进行侵扎 炸子 三分钟左右 腕子 全部 瘤起来 几颗老鼠 看到腕子 是不是 感觉非常有 思雨 老鼠 恐又 转盘几颗 把它 转入 电油 省下野的 攀子上面 是不是 警方者的腕子 配上这驴 驴油油的 青菜 是不是 看着非常有 思雨 你想不想 赖一颗 看着这警方者的腕 必须得 赖一个 拿拿味 腰上一颗 外脚里 河南话说 跌尽 千万不要一颗 此外 比较 烫上你 我可不复赖 再见 朋友们 好看